詞曲 李宗盛 各位先進 各位長官 大家下午好 好 剛剛聽完兩場顧問的演講 然後還有台達電演講 非常的精采 我好喜歡台達喔 我剛剛在底下聽得好認真 真的好有溫度的公司 是 就是這種溫度 做品牌 就是要這種溫度 怡頂 我們怡頂 這兩個名字 怡 是宜蘭的怡 頂 你知道中國有種鍋 台語可能 左兄有沒有聽過 台語頂就是那種 裝水那個容器 那怡頂 中文的意思就是 來自宜蘭做儲存的公司 大家就記得了 那英文 我們做儲存叫Disc 總是要給自己定義 定位一下 我們不只做儲存 是做Innovation的 儲存的公司 所以來自宜蘭 做Innovation 儲存的公司 就是怡頂 Innovation 就是我們一開始成立 中文跟英文取名的過程 那提到 會來 提到這個 剛剛提到台達 我剛剛又看到 我又更喜歡台達 因為它創立那一年 跟我的生日同一年 今年都是52歲 那儲頂 成立到現在 18年 如果一個品牌公司 說句實話 我們應該 應該在國中高中升吧 可能連大學 應該還在準備大學 應該還沒有開始準備 那這樣的年輕的公司 在品牌的路上 我們怎麼一步一步 走向台灣 再往海外去布局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在品牌這條路 我們一開始在成立的時候 就是兩個 一個叫做我們 產品技術跟市場策略 第二個 就是我想在座很多的公司 很多就在掙扎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一開始 一開始沒那麼多資源 所以就會開始想生存的問題 尤其一開始創業 所以儀頂一開始 就是幾位創業者一起創的 所以就會有兩個approach 一個是business strategy 另外一個 要不要做品牌 那品牌的策略是什麼 我們一開始day one define 就是要做品牌 因為我個人也有品牌的狂熱 所以我們希望一開始day one 公司可能沒有幾個人 我們就希望說 我們要打造一個 來自於台灣的國際品牌 剛開始叫做願景 白話叫做做夢 一開始 那從所謂的品牌跟business的 整個策略的結合 一開始就在看 那到底我們儀頂在整個 business的整個策略的路上 在十幾年來路途上 到底經歷過哪幾段 剛剛主持人提到 余頂是在專注於做工業儲存的品牌公司 所以第一階段 我們看整個business的整個channel 一開始我們focus在工業應用的儲存 所以focus在工業電腦的市場 什麼叫工業電腦 叫niche market 什麼叫niche market 有少量多樣 就是市場很小毛率很高 大家不想進去 在20年前是這樣一個市場 但是在過去十幾年的發展 工業電腦也進入了所謂的垂直市場 所以在垂直市場裡面 每一個focus market 它都變得很大 工業電腦 當我們提到focus market的時候 醫療屬於工業電腦 醫療市場是很大的 transportation非常大 energy非常大 所以在進入focus market的時候 我們看到整個市場又變大了 但是在這麼大的focus market裡面 大家台灣又有那麼多的工業電腦 所以在看未來的成長引擎 我們看到的是 如何在工業電腦在垂直市場的智能化應用落地 是過去幾年的成長引擎 我們就簡單來講就是AIoT 所以我們在過去的十幾年 從工業電腦 focus market到工業電腦在智能化應用落地 AIoT 就是我們在過去十幾年要做的事情 去年我們又把整個市場跟strategy move到 所謂的HAI的市場上面 所以在2022年開始 我們就往HAI的方向 所以這18年來就會從 你會看到 從工業單純的工業電腦的市場 Niche market 走向深度化的focus market 市場變大了 然後跟智能化應用結合變AIoT 到去年開始我們直接談AI到HAI 這一個就是我們整個18年來的市場的發展 跟市場的整個strategy跟發展 在這裡 那怎麼樣的跟我們的business 怎麼樣的結合 OK 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怡頂我們也投資了幾家公司 現在目前集團有五家公司 分別負責不同的產品 在AIoT跟HAI的這個領域裡面 OK 那也大概介紹一下 我們整個想法 所以可以看到剛剛提到的四個不同的stage 在前三個stage裡面 在工業電腦裡面 一開始我們也是hardware thinking 一開始我們也是硬體的thinking 我想這邊很多的公司 正開始要 剛剛成立 為了要生存 從hardware最快 所以一開始我們從hardware thinking 但是我們已經在想到 如何做加值 failure up 然後我們想說 如果要failure up 是要failure up客戶 可能還不夠 所以我們的thinking是 如何failure up customers customer 因為我常講一句話是說 剛開始有做夢 品牌夢 因為我常跟我們同仁講 其實我最討厭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跟客戶 坐在這個table上面 談生意的時候 最討厭被客戶問什麼 最討厭被客戶問how much 對吧 how much 我說我們大家能不能拜託一下 可不可以讓我 不要讓客戶問我how much 那我可以告訴客戶how value 所以我們的想法上面 分成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在想法 如何讓hardware failure up 第二個階段 如何讓solution failure up 第三個階段 如何讓service failure up 當中裡面當然我們就有 投資了我們很多的產品的 產品的整合solution跟firmware 還有我們服務跟通路的這邊 所以在前兩個階段 我們叫做怎麼樣 service怎麼createfailure 我們講說服務創造價值 當我們進入service failure up的時候 就要創造服務的價值 這是我們business的sharing 所以當然如果我們在談到 services品牌failure up 這個時候當然對客戶的貼近 所以在海外我們就開始 這個開始build我們的branch 因為如何貼近客人服務客戶 所以一旦我們一旦定掉了我們的 所謂的business strategy 就是要做service 做solution service 所以我們在海外也build了 現在目前大概有25個服務的據點 能夠快速的貼近了這個客人 ok 另外一個很重要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國際品牌 所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made in Taiwan 所以我們所有的研發跟製造 全部在台灣 尤其是我們從第二個工廠 第一個工廠跟operation是在新北市 那我們第二座工廠跟研發製造中心 我們就在宜蘭科學園區那邊 我們有一塊地 總共計畫蓋三棟 目前第一棟在2018年 已經operation量產 然後第二棟在明年的Q1 也會量產 然後後續也會蓋第三棟 所以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made in Taiwan 跟所有研發跟製造都在台灣 ok 好 剛剛大概講 描述了一下 我們在這18年來 從一開始成立 成立的時候 個位數的人 我們就有一個夢 就是品牌 我們希望做一個來自於台灣的國際品牌 第二個 我們成立的時候 專注在工業用的儲存 第三個 過去的這十幾年 我們從工業電腦 我們看到市場 從工業電腦 到垂直市場 市場變大囉 到跟 智慧化應用的結合 AIoT 到過去兩年 我們走向 所謂Edge AI 這是我們整個Business的整個Lawman看到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Lawman 然後我們的品牌怎麼Maping 我想這邊很多的先進 就是這邊很多中小企業 剛剛看到 在剛開始成立 一開始 都會掙扎兩個 到底要不要做品牌 因為品牌的投資 非常的大 而且 要很久才能回收 但是 剛剛又提到 品牌未來可以帶來很多的價值 在我們的第一個階段 在2005年成立 到2012年 那個時候 老實講 沒有那麼多資源 你也知道 我想 左兄他們很多顧問公司 都很有名 真的很厲害很棒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很貴 所以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我想 完整的品牌的架構 難度是很高的 尤其剛開始的 Stop的公司 一樣的 在我們2005年的時候 一直到2012年 其實我們經歷了一段 所謂的 品牌的混亂期 就是我們喜歡 我們很想做品牌 但是不知道如何做品牌 所以 我們核心 剛剛提到 我們是Innovation Disc InnoDisc 我們對於我們的技術 又很有把握 所以我們就怎麼樣 專注在我們的技術 然後做很多 市面上很棒的產品 很advanced的產品 讓產品來告訴大家 InnoDisc是誰 這是我們的想法 所以第一階段 在2005年到2012年的時候 其實還是 Prada的focus OK 所以你會看到 這是我們 剛開始的時候 我會看到什麼東西 我找了 我找了 這兩天找的一些照片 我自己看到 都覺得 哇 以前好精采 生活好豐富 對不對 你會看到各式各樣 就是 把所有的產品 貼上 貼上InnoDisc 然後往外展覽 我們就認為 我們開始在做品牌了 老師 對不起 因為那時候已經太貴了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花花綠綠 那接下來這一頁 你們再看一下 我們有很多的產品 其實在這個階段 我們真的 design出非常好的產品 甚至像這一款 這沙塔洞 這又成為全球幾乎是 不drive的一個沙塔的標準 都是在做這個 結果發生什麼事 全世界的土逼公共的客人 你問他沙拉 沙拉洞是我們的trainmark 也是我們的trainmark 你問他沙拉洞這個產品 每個人都告訴你知道 哪一家公司做的不知道 但是知道什麼 沙拉洞很厲害 產品很厲害 所以面臨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美其名叫品牌帶 so sorry 產品帶品牌 但是在這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發現 是非常混亂的 然後我們 我們的同仁也很用心 出了好多款 而且還不同顏色 然後logo 你看到 每一個logo的使用的方式 顏色 包含 取了好多pattername 有給軍用的 Inno Robbers 也給很多不同的 產業應用的 這時候發現 這個不行 因為 品牌的知名度 反而變得很混亂 而且整個產品的能見度 好像都聽過 有些產品甚至很有名 但是不知道 是哪一家公司做的 就是在我們 大約在2010年 大概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05年成立 花了五年的成績 花了五年的時間 也打造了很多 很棒的產品技術 送到國外去 發生產品很有名 公司不知道 這是我們在100年的 遇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系列 所以我們在2012年 2012年我們也有賺一點錢 而且大家在於產品的經營 市場的經營 剛剛有提到 2012年已經進入所謂的 Fortical Market的這個時間 所以會看到不同的 Fortical Market 有不同的產品的應用 這也在拉扯我們所有的 產品的規劃 所以有些產品是 For這個Fortical取一個名字 這個產品 For這個Fortical取一個名字 我想很多一開始的公司 在做品牌的時候 常常都會有犯到這樣子的 不能講錯誤 這樣子的一條 一條經歷 OK 所以我們在2012年的時候 我們做了第一次的品牌再造 我們把corporate value的focus 所以把所有的聚焦 焦點 都聚焦在innodisc這個品牌上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甚至把logo 所有這個logo 也做了一個 一個upgrade的動作 所以innodisc的logo出來 12年的時候 在Fortical Market 市場變很大 所以大家在專注 大家在看到 從工業電腦轉到Fortical Market 所以很多PC 開始在併購IPC 的這個過程 所以上這個市場 是被重視的 那我們 也剛好 我們在那一年發表了 我們新的品牌的視覺 紅色 代表我們椅頂的patient 熱情 每一個字的小寫 代表的是humble 方塊 代表 代表的是類似中國的印章 一個commitment 右邊的多了一點 always多幫客戶 多想一點 整個image 其實就是 從service出發 所以我們朝向的就是 excellent service 極致服務 所以從2012年 一直到 這個2022年到現在 我們一直秉持的這個品牌 corporate品牌的價值 在發展我們的business ok 所以 這幾年 過去的這10年 服務 極致服務 變成了一定的一個 核心的價值 所以在 對於 客戶的通路 客戶的服務 設計的服務 甚至 operation的服務 所以我們 不單單只是提供 產品給客人 我們最重要的是 提供極致服務給客人 所以這10年 經過這10年的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 整個海外的佈局 從12個 海外的這個service的點 到現在 有25個 然後員工人數 從400個到現在 超過1000個 當然我們專利也 三倍的成長 可以看到海外 就是跟著 整個的 business的佈局 跟品牌的連接 就在這10年 做一個深入的連接 那當然 在過去的 尤其在過去的 10年裡面 從 2017到 2021 就是 等於是在 疫情 cover前後的 這個時間 我們一直在 跟市場在溝通 因為這個時候 整個的市場 已經進入所謂的 從 Fortical Market 到 AIoT的這個市場 所以我們 也不斷的 跟市場在溝通 也辦了很多的 Fortical Seminar 在全球 包含了 你看包含了 在18年 在台灣這一邊 我們也辦了跟 很多的品牌公司 一起合作 做了Fortical Seminar 然後在美國這一邊 也在 這個在西郊賓館 上海的西郊賓館 我們也在那邊辦了 大型的 所謂的研討會 那我們利用 研討會 利用跟 國際的大的 品牌的合作 來跟 全球各地的 我們的客戶 跟市場 去溝通一件事情 一定 慢慢 從 所謂的 Storage Memory的 Module 走向AIoT的Solution 當然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整整的花了 將近十年的時間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在提到的就是 在品牌的 在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就開始 跟所謂的 國際的TA1的品牌 做對接 我這邊是講對接 我們那個時候是說 要 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所以 很多 所謂的 全球的 國際的巨人的品牌 我們就試 我們就跟他們合作 也辦了 這個產品的一起發表 品牌的一些 co-marketing 甚至 一起開記者會 所以這邊 我們也跟微軟 利用產品 跟市場的連接 一起辦了記者會 這是在微軟 在全球 我們在全球上面 也跟他 那個幾年 其實我們跟微軟在全球 辦了很多的活動 一起做co-marketing OK 當然 到了這個 後面 到2022年 整個市場 整個市場在看到的 就是往AI這邊走 那我們整個集團 也很確定 我們就是往Edge AI發展 然後再往Edge AI發展 我們又需要再做一次的品牌 的 AI的做 transition 的focus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又再啟動一次的 品牌的一次的 upgrade的動作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做了幾個動作 第一個 我們在疫情開放之後 我們就馬上辦了第一場 應該是台灣最大一場 所謂的AI的這個 Innovation Day 總共有超過1200個 從線上線下 超過1200個參加 那同時我們也跟 Intel NVIDIA 跟Microsoft 還有跟 這邊可能也有 ASUS IoT 都提著我們一起來合作 然後由我們host 去辦了一場 大型的一個 這個AI的一個 Event 這個 應該是去年 應該是最大的一場 然後另外 我們當然 做AI 一定要跟NVIDIA 合作 所以我們也 透過跟NVIDIA的合作 也 完成了所謂的產品 跟Solution的對接 然後 完了之後 跟它在辦 所謂的 跟NVIDIA 跟集團 跟NVIDIA的對接 所以在NVIDIA的 這個 Kindle Speech裡面 品牌的 show out 然後另外一個 再跟它單獨在辦 所謂的一起 品牌的 co-marketing 然後辦forum這些 這一些 這一些裡面 就是 我們大家要往 Edge AI 再往下一步走的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 一年 就在今年 然後我們這幾年裡面 我們也都拿到 這個 台灣國際品牌 請力之心 也很感謝 這個主辦單位這邊的 謝謝 今年也拿到 ok 但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再做一個準備 因為 在累積要往 AI的這一個 所謂Transition的 品牌upgrade 那我們裡面 我們開始在做 準備 所以我們也成立 我們專屬的 品牌的團隊 然後 在年度的策略會議裡面 去做 所有的高階主管 凝聚了這樣子的 共識 然後完了之後 所有的 主管 跨部門 在做 workshop 一個做一個 worn up的動作 這一點很重要 就產生所有 同仁的 主管的共識 就是往 AI 方向去 進行 品牌去發展 整個產品 還有公司的發展策略 品牌策略 就是往 AI這邊會發展 另外一個 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為了 讓所有同仁 剛剛老師也提到 讓所有的員工 所有的同仁 能夠認同 參與 那既然我們 往AI 很直接的 我們辦了一個 大概業界 公司裡面 比較少做的 我們辦 AI Training大賽 在座各位 我想蠻多 都是marketing 還有各位老闆們 AI 大家看到的 都是inframe 照相 或是 車牌辨識 人臉辨識 大家應該 大家不太知道 如何去training 這些 AI的這些 軟體 到inframe 這邊 然後大家會認為 那是engineer的事 跟各位報告 我們辦了AI Training大賽 我們公司財務人員 都可以training 都會training 總共 我們集團 總共有四五百位同仁參加 有三十幾組 連財務marketing 我們這邊marketing marketing也有做training 所以我們讓所有的同仁 動手去training AI 動手去找題目 然後去training AI 完之後完成一個模型 再到inframe 然後跟大家present 然後比賽 這一個效果讓全公司 都會AI 多了解AI 然後完了之後 我們也感謝 這個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 還有我們真的很感謝 這個台灣經濟研究院 這個周副委在這邊 很感謝的支持 然後我們也獲選了台灣品牌 這個藥費計畫 的這個輔導專案 所以我們的品牌小組 跟我們的計畫小組 還有我們的輔導小組 也積極的在進行 這個是我們初步出來的 我們後面我們公司的策略 就要成為真正打造一個 Intelligent的一個架構 OK 所以我想 今天再次感謝 就有這個機會 然後也謝謝大家 所以以鼎 從18年前 做夢 來自於台灣的國際品牌 到現在一路走來 經過18年 經過了產業的發展 從工業電腦 到垂直市場 AIOT 到現在的 Edge AI 然後品牌 從產品的focus 到所謂的 corporate value的focus 一直到現在 要變成一個AI的 一個國際品牌 這個過程裡面 跟怎麼跟我們的 這個business的策略結合 我想這一路走來 還是很需要 很多的夥伴的一些的 這個支持 尤其是我們公司的團隊 這十幾年來 非常的團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非常的創新 然後最後我這邊 還是在補充一下 我們團隊 最後我一直有一句話 就是 因為都很年輕 因為我年紀也才跟 台達一樣的 好喜歡台達 52歲 這個 其實我剛開始的時候 我才三十幾歲 所以18年 然後 我們公司掛牌的時候 我們公司掛牌的時候 我42歲 對 我們公司掛牌的時候 我42歲 然後我們全公司 一分是現在 平均年紀幾歲 33歲 所以 我常常講一句話 未來是年輕人的世界 第一個 第二個 所有的挑戰 是在於我們的慣性 因為我做品牌的堅持 還有整個公司的發展 其實最大的挑戰 是大家的慣性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 在幕府到AIoT的時候 往工業電腦儲存的國際品牌 而且那個時候我們在 我們在全球的試占 工業電腦儲存 已經試占到第一名了 然後你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品牌要upgrade 要變成一個solution的公司 要往AIoT AI走 你知道這件事情 針對已經在這個領域裡面 Ranking都是第一名 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 因為有太多的慣性 以前這樣做 未來應該也可以 因為我們很有經驗 所以 我們在講 慣性會造成 未來的成長跟變化的阻礙 所以我們裡面有一句話就是 如何用過去的你 改變未來的你 只能用未來的你 創造我們的未來 謝謝大家 大家可以把它們 製作人多年 一份的 概念 我們在這時 我們在這裏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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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